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走进暴龙眼镜爱情保卫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 Bloom暴龙眼镜冠名播出的 本节目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 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途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路 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路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关注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性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爱宝粉丝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得到土里老师一对一的解答 使用微信 摇电视参与实施互动 并分享至朋友圈 就有机会获得实物大奖 今天请来的是 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于继静 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影视远员 李清晴 李老师 欢迎李老师 欢迎嘉信的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 图类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先来了解一下 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的 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跟他认识半年多了 刚开始感觉 他挺可爱 挺活泼的 因为他是独比的人 情绪特别不好 我这个人嘛 本身就跟谁都自来熟 但是嘛 他现在就感觉 我没以前好了 我觉得不是很合适 所以我就提出分手 但是提出分手之后 他提起特别暴躁 怎么也不分 我也不知道 他看着我哪里 我也这时不想 跟他交往了 他一直这么挑我的毛病嘛 正在考验我吧 他越这样 我就越不想跟他分手 你突然提出分手 原因是什么 道理是要弄清分手的原因 还是不能接受分手的现实 不要猜了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明 28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杰 28岁来自吉林 是一名店员 来 有请 多请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 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愿意 恋爱多久了 半年多了 我们在一块 就是在一个 相亲群里面认识的 刚开始认识他 感觉挺活泼 挺开朗 慢慢的 他也对我也有好感 就是两个人 在一块交往了 然后到了后来 就是感觉性格 确实有很多 不合适的地方 就是我跟他提出分手 提出多次之后 他就不同意 你多次提出分手 对 为啥跟人分手啊 很多原因 怎么说 刚认识他不长时间嘛 朋友请我吃饭 吃饭 然后把他也带去了 带去之后 没想到他的性格是那种 就是一喝酒 喝我的朋友全是男的 在一块喝酒 就是大大咧咧的那种 就是酒量特别高 他去了之后 然后就是喝的就是不行了 就是弄的那样 就是感觉 是把你朋友喝的不行了 还是他喝的不行了 他也不行了 都不行了 都喝了都 就是闹酒 啥叫我喝的不行了呀 那天不也是因为你不能喝吗 我不是也是为了给你挡酒吗 然后才喝的 再说了 一开始你也知道 我这种性格 本身东北人 东北女孩不就是开朗 活泼的性格吗 多喝了几杯不也很正常吗 他多喝了以后 有什么不当的行为吗 没有 我跟他说 就是这一次之后嘛 我跟他说了 我说以后别这样了 一个女孩就应该坚持一点嘛 后来之后又有一件事情 也是因为喝酒 就是 当初的时候吧 那第一次的时候 那是因为我为了 替他挡酒嘛 主持人 也是为了他好 再说了 因为头一次见面嘛 和他那个朋友 第一次接触 我也想融入他那个圈子 想和他们成为朋友 我跟他说 行 行 明白了 您肯定有你的理由 对吧 对啊 那我们听他说第二次行吗 第二次也是因为喝酒的事 就是我朋友过生日 本来那天没想带他去 然后后来他不知道 在哪知道的 就是非得让人跟我一起去 结果去了之后 比上次还要更加糟糕弄了 又喝啊 对 喝酒 喝完之后就是什么 我们朋友几个人说要去 KTV的去唱歌嘛 他也跟他去 去了之后 我一个朋友有洁癖的那种 特别爱干净 然后他吐到人身上了都 我吐完他身上了 我是不是那也是那个无意 我那次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喝那个 在那个店里边喝那个 因为我自己现在不那个 开了一个那什么 一个服装店嘛 然后在店里边跟那个店员吵架 然后又因为一些事情 我让那个心里边很不舒服 到了那正好借着那个场合嘛 然后说那个直接就多喝了几杯 自己也断片 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做些什么 故意之后直接就给突身上了 突身上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 然后第二天以后 等我醒酒以后 我也给他道歉了 那衣服有买了一套新的 然后赔给那个人家 毕竟很故意不去嘛 因为是咱的错误嘛 对对对 明白了 现在听的就沾点酒呢 大概就有点失态 他不喝酒的时候怎么样 不喝酒的时候 反正我这个人吧 就是比酒专一的呢 他不这样 我哪样呢 有一次我看你手机 他手机没有锁平 就是看了他手机一次 看了之后还跟别的男的再联系 就是也出去玩 联系 那也是有事 不管是男的也好 或者女的也好 如果当他有事情的时候 他是求到你了 难不成你不帮忙吗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嘛 是吧 你那心胸有点狭窄 对对对 男人小心眼嘛 不属于 是是是 眼睛不大 心眼也小 那正好分手不就挺合适的嘛 这个提出分手了 对 后来又在一块了后来 为什么呀 因为就是我让人挺鲜软的 翻手之后就是我过生日了 快过生日的时候 11月份 我带我朋友呢 他在打听我那个生日 过生日 然后说 他说你那个女朋友 给你准备 精心准备礼物 就感觉挺感动的 感觉他还是对我挺好的 是不是握回他有些东西 然后我就主动去找他 他也那个同意了 然后妈妈的 还是在一块了 他给你准备的什么礼物 我就给他精心安排了一个 非常浪漫的生日派对 那天没喝多啊 没有 不能走那么喝 没有真成酒鬼了 那不是就没事了吗 后来为什么又分呢 还有就是我生病的时候 他毛病多呗 事多呗 不是 不是 不是这样的 那是哪样的 说 他感觉他也对我不关心 不是什么的 有一次我那个生病了 感冒发烧 半夜12点的时候 给他打电话 打了好几遍都没人接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也没干什么呀 因为晚上嘛 那个朋友他不是过生吗 非得要拉我过去 然后过去 然后这不就去了 人为那个KTV嘛 大家都知道 那里边的音响声音很大 然后朋友又唱歌 在跳舞什么之类的 一蹦跌起来 那声音根本听不见 正好去卫生间的时候 顺便拿手机一看 然后他有他给我 那个打了电话 有微接 微接我这不就去找去 我这不去也去找你 我人已经到那了呀 去找到了之后 你是怎么样的 你去了之后 我哪样了 去了之后还打我一下 都说小伙儿怎么还没死啊 就说一些感觉就是 一点都不什么的那种话 明白 不是 关键是 你本身不是没事吗 你不是人挺好的吗 没事 你不会说关心的话嘛 都是什么 那还要怎么关心啊 就是人已经关心了 小伙儿怎么还没死啊 这关心是吧 这只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然后才能够说的 这是非常关心的一句话 不是 只去开玩笑 你知道吗 一句 明白 我本身这个性格在这 也感觉啊 唱歌也没什么大事 好像没啥大事啊 什么就大事 死了之后才有大事吗呢 不可没这么说 你别要求那姑娘说这个 那姑娘说不出来 她能说出来 她就不是她了 是吧 对啊 我这性格本身 就跟女汉子是一样的 从认识一开始到现在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就因为这个又分了 不是因为这个 后来因为 因为家里有很多原因 压力嘛 后来嘛 后来是她那个什么 过年的时候 她说话像个姑娘 墨迹墨迹 她倒挺利索啊 听你说 过完年以后嘛 因为我从家嘛 我从家回来 我不是回东北了一趟 回来以后 我现在那个 看她在干什么 也想她了嘛 也打电话 然后她也不接 然后给她发信息 她也不回 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 是为什么 你有什么事 可以直接跟我说 她也没说 我老公直接就失踪了 就消失了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家里的压力 乱七八糟的一些事情 家里啥压力 家里我父母 那个什么 我是独生子嘛 家里不想让我走 走一个外边的 也就是她的性格吧 也是挺火爆的那种 你父母见过她吧 没见过 但是 她怎么知道她性格火爆 听我说的 你倒是什么都不背着 你父母 然后说了之后 反正家里特别反对 就是我以前之前 认识她之前 不是还有一个前女友吧 就是对那个前女友吧 挺满意的 谁满意 父母满意 我也那个什么 原来是这样啊 你说了那么多的理由 拒绝我的理由 然后就是这些啊 你帮我领到过你家去吗 你父母知道 我是什么样的人吗 姑娘 你能让我问清楚吗 你跟前女友分手多久了 分手半年多 好意思说 那也就是说 你现在跟前女友 又好上了是吧 没好上了 反正有点良心 什么意思 拿我做她作为比较吗 不是就是朋友之间的良心 有没什么 那谁知道有什么联系 就像你刚才在说我一样 说我跟人家那个男孩 人家有事情求到我了 然后呢 我去给人家帮忙 他直接他那么说我 冷静 让我问问啊 你今天来谁要跟她 跟她有些事 反正说清楚了 你说呀 你要说清楚什么事 说就是我家里不满意 她的性格什么的 就是你要跟她分手 对 事实上来讲 你根本没把我 领到你家里去 我也没见到你父母 他怎么能知道 我是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 主持人 这样的分手 我根本不甘心 我也不服气 你给我个合适的解释 合适的理由 就是人家姑娘说分手可以 对吧 不是 那也不可能 那也不可能是什么意思 就不能分了是吧 绝对不能许的 他这么这么 他说就分了就分了 就多分了嘛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没有 初恋是吗 其实吧 就是我想说一点是什么呢 因为你说他 他光说 他说那意思可能是我喝酒喝 太能喝了 是吧 他找了一大堆这些理由 又说我又不疼他了 是吧 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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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对啊 其实我也挺优秀的呀 是是是 会做饭 会做家务什么的 怎么他能非得说我不好 你道理分手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我这次听明白了 真实原因就是 我感觉心里边 还是没有放下之前的感情 时间太短 你听见了吧 初恋 你有那钱女有笔人 那你干嘛还找我呀 当时不是你也愿意见吗 那你说那不是废话吗 这真麻烦了 死了也不能分是吧 绝对不能分 然而他这个理由让我吸补不了 我再问一次啊 姑娘就是 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可以分吗 那也分不了啊 就是反正不管什么理由 也分不了了是吧 是 你这辈子就是他了是吧 只要他不死你非他不嫁 这么说 那也不能这么说 我也希望他那个健健康康的 好好活着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呢 我意思说了 我就是不分呢 爱上别人也不行 他这不算理由 那你给我举一个分手的理由行吗 就举一个 我举不出来 我举不了 本身我也没谈过恋爱 我也不知道 哎呀妈呀妈 不是很懂 四位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孩第一次恋爱 这个为他付出很多 所以因为这个理由 你就过不了这个坎 这个从情感上呢 我们都能够理解 但是你也想一想 他现在不想跟你在一块了 那如果你想争取的话 那你应该用一个 比较合理的方式争取 如果用这样的方式争取 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因为你这样威胁我 纠缠我 那我跑得更快 他刚才也说了 他因为是他前女友的事嘛 然后呢 以我拿他做比较 他这不就是理由吗 不管任何的理由 哪怕对还是不对的 他如果不愿意了 那你真的跟他在一块的话 勉强在一块了 他最后他屈从你了 那最后的结果 有可能是什么呢 恋爱这个事啊 他不可能 也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成功 初恋的失败率百分之八九十呢 所以说我们得有这个思想准备 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要争取你 我要认为你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说百分之百 救他了 非他不可了 这样的话 其实把你自己置于这种 不能承认失败的境地 你输不起 所以我倒觉得 我也是东北人 其实啊 东北女孩这种特点 挺豪爽的 但是应该什么呢 拿得起放得下 其实你平时是个 能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但是在感情上 你估计第一次 这样 第一次 说是强势 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最后你弄死我算了 觉得这感觉是吗 对 真不知道 所以呢 得面对 人生啊 不知道有多少坎呢 这才刚刚开始 如果你觉得还有可能的话 我希望你用另外一个方式 包括上次都分手了 你用过生的方式 打动人家 对吧 就包括现在你流过眼泪 你会想起对方 可有可能还回音转意 但是你上来说 一定不行 那我告诉你 那一定对方会分 初恋是不懂爱情 反正我得劝劝你吧 别人一棵树掉死 你现在情感 我相信都是真挚的 但是接了婚以后 有很多特别现实的东西 他是独生子 他受到他父母亲的一些 这个家庭的左右啊 对 他不能不考虑他父母亲 对吧 比如说咱说难听点 我要是他妈的话 我要发现你这脾气 我肯定会得杠我儿子 这也不能娶啊 你说你怎么过这今后这日子 你就是过去了 你也好不了 你不可能说单跟他单好 那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你还得为今后 就怎么说呢 去着想下一步 每一个人初恋都是非常难忘的 因为你是人生的第一次 但是并不等于说不可以忘 有的时候 为了能够坚强地活下去 该忘的事就得忘 男孩啊 我觉得你做得非常的不对 你不敢担当 居然都不敢说 咱俩不合适 咱俩分手吧 没有 我说过了 跟他说过后多次了 你最后呢 你用的是什么方式呢 理由是什么呢 第一 第一是推卸 我父母不同意咱们俩 好好把矛盾转给父母 我跟前女友又又 就情复燃了 把这个责任又转给前女友 你还躲着他 对吧 消失了 对吧 这都在逃避 种种迹象表明你真不像一个男人 不是 其实我是想 就是两个人发生一些事情 需要冷静一段时间 考虑一段时间 然后再跟他讲明白 然后他就是那种性子太极的 就是 非得就一下去说明白 那什么呢 他性格 你不用说话女孩 你不用说 因为这事我们看得已经很清楚了 不像一个男人 不敢担当 我刚才提过很多次就是翻手了 后来不事实证明 你有一次一次 你又被所谓的打动了吗 他又那个什么 他如果就是当时就翻手 就不再来找我的话 你看你看又在推卸矛盾 现在居然把责任又推到对方身上 谁让你那么爱我的 谁让你老是又给我准备什么生日聚会 又给我做什么样的努力 你在干嘛呀 问心自问 你像不像一个真正的男人 说爱你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什么问题说清楚 所以如果你开始下一份恋情 你一定要切记千万不要一时糊涂 一时不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这是你最大的问题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女孩 你到底是要跟他在一起 还是要再找一个人幸福 这是两个概念 不要因为是第一次 你就一定要跟他一辈子 不幸福要待一辈子呀 可是还是不甘心 有什么不甘心的呀 你跟他目的到底是在一起 还是要在一起幸福 他还是那个当时你喜欢的那个人吗 你自己心里至少不是了 但是就因为你 你是舍弃不了你的这份付出 你是放不下这个 你不是放不下他 并不是一条道一定会走到头的 有可能前面就是一堵墙 一定要撞到头破血流 把墙也给撞毁了 于事无补啊 所以说不要在这浪费彼此的时间 抓紧这个时间 去找自己真正的那份 值得去付出爱的那个人 比在一棵以静枯萎的树上去吊死 要强得多 明白吗 你对爱情的这种执着 还是值得尊敬的 谢谢 这个世界上分为四种人 真正经 假正经 真不正经 和假不正经 你是属于假不正经 它是属于假正经 为什么说它假正经 看着好像不太作声吧 沉默寡言吧 下手一点都不含糊 是吧 他一直要这个女生 真矜持一点嘛 是吧 不要太开朗嘛 他呢 这边一旦有问题不解决 马上就开始找前面一个 当时我就是感觉自己的事情 真的没处理好吧 反正没有处理好 你好歹 即使你无法处理 你也得冷一个阶段 你怎么就把前任一位给找上了呢 你呢 是假不正经 你应该真的学一点矜持 你的优点是开朗 你的缺点是太开朗 矜持是什么 矜持是指 不是说要你故作姿态 很冷漠 是吧 很古板无趣 很美冷对 跟有些女生一样特作 明明喜欢说不喜欢 不是这个意思 所谓的矜持 是真诚的 含蓄的 有所保留 而不是人来疯 人来熟 放得开 我不认为这是宝义 认识不认识的 上来就 哎呀干两杯啊 多熟啊 哥们啊 噗你一声啊 不是这样 女人如果学不会矜持 在男人面前很不值钱 就像有些女生 认识没两三天 就住在别人家去了 你说 她婆婆能看得上她 就说你这 一天到晚像个爷们似的 是吧 跟谁都能喝得上 跟谁都能聊得上 你还像个女人吗 虽然你表面上很开放 跟哪个男生都能聊 但你内心的原则是有的 但是你太没有学会矜持是什么 跟男人之间一定要保持距离 尤其是不熟的男人 那么轻易的让对方了解自己 那是女人的一种轻浮 所以你现在如果 还一直在说我非她不可 还一直在这儿渴求说 我不相信她不珍惜我 那你就越来越不值钱 亲见到土壤内去了 我对你没什么好说的 就这样吧 人哪 没有那个人肯承认自己失败 其实失败这件事不可怕 那从失败当中找失败的原因 我倒觉得这样面对一下也挺好的 人生的一次经历嘛 你呢 有些事确实也处理得不太好 对 一会儿的时间呢 该给人姑娘道个歉就道个歉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60秒 小姐 有些事情我 或许处理得不够好 那个我真的是想 我们两个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冷静一下 你的性子就是慢慢地放下一些东西 我们都考虑一下吧 我知道可能是我以前对你 可能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有点太过了 我知道我有太错了 我已经错了 有的时候可能是 我给你自己的自由时间太少 然后呢 给你的印象当中让你产生我感觉好像我挺能喝 不是很温柔那种的 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我会像老师说的那样 自己也会 会很注意的 其实 有些事情我都会改 改不一定为他改嘛 对吧 接下来你还有给你提供帮助的一个途径 你看一下啊 求助一下现场观众 倾听一下第三方的声音 再一次地求助爱情导师 知道你心里还有点坎 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想求助爱情导师 你倒挺坚强 如果说你要学会矜持的第一步 就是今天昂首挺胸擦干眼泪的离开 这是你学会矜持的第一步 爱是有自尊的 如果你学会了这步矜持 我相信会有很多男生注意到你 但如果你总是把自己滴到尘埃里 我想谁都会来清见你 好吧 学会矜持的第一步 头也不回的 离开这里 好了 两位交换箱子里的秘密 来 请关门 谢谢两位 请回 还留恋她 来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当然是要看 这两位自己的选择了 5 4 3 2 1 请开门 哎 这就对了 挺好的 没有爱情的时候你保卫她干嘛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碰到了怎样的坎坷 各位请看 我跟她认识一年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吧 我觉得她对我还蛮不错的 人也比较幽默 后来相处时间越来越长之后 我觉得她对我越来越挑剔 各种挑我的策 后来家里就问我有没有男朋友 我觉得像这样一个人 我跟她怎么过一辈子呀 最近这段时间她老纠缠我 我已经跟她提出分手了 然后她觉得自己特别好 就觉得我不应该跟她分手 我不知道她哪来的自信 我现在希望她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我真太讨厌她了 我们常说啊一个人需要自信 但是当你信心爆棚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走向极端 那么今天的四位老师 会如何帮助这一对呢 掌声请出他们 来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刘24岁 来自山东装修工程 女嘉宾小颖26岁 朋友来自山东实习一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愿意在这个节目现场 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我愿意 人家给你提出分手了是吧 我不相信 恋爱多久了 一年多了 我们一年之前嘛 在一个聚会上认识 后来好几次聚会我们都遇到了 后来她又追我嘛 大概追了不到一个月吧 我就跟她在一块了 被她的幽默吸引了 还是被她的自信吸引了 一开始是幽默吧 她对我也是蛮好的 她一直对你很好吗 一开始是对我挺好的 但是跟她相处时间长了之后 你就觉得这个人 她特别自我 不知道她那种优越感 到底是哪里来的 而且吧 在生活中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标准 就比如说 上次我去她家找她 然后我随手就把外套 一下子放到沙发上了 然后你就开始给我开会 一个就在那说我说我 非得让我把衣服 给放到衣柜里 我觉得有必要吗 就那么一会儿 你是第一次去我家吗 之前好几次了 都是我帮你放的 衣服本来就应该 挂在衣柱里 你为什么要放在沙发上呢 而且放在沙发上 也会成褶子 咱一会儿不就出去玩了吗 我就把外套 放在沙发上怎么啦 放沙发上 一会儿就会产生褶子了 你不要跟我说 你产生褶子的事了 你是不知道 就上一次 快上班了 然后突然发现 那白衫衫上有个褶子 非得把它晕颜烫了的 然后愣是倒过了半小时 上班都差点迟到 因为我认为我 每天都要接触很多顾客 我本来就是做业务的 如果穿的身上是褶子 那是对别人的一种不尊重 是是是是 我觉得你可以高标准言 要求自己对吧 反正他给你分手了 咱就算了呗 我不相信他会分手 我是这么完美的一个人 而且对他一个好 怎么会分手呢 好吧 他总是这么做 感觉脸好 这个实际我们会说 细节反映一个人的性格 他对你有其他的要求吗 有啊 他一开始追我的时候 还挺好的 追上我之后 他竟然制定了一个什么 改造女友的计划 我就是特别可笑 改造女友 我只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完美吗 我挺完美的我觉得 你跟我们分享 你那改造计划好不好 我就是一开始 买了一些杂志嘛 还给他报的培训班 让他学习化妆 也没有什么嘛 就是化妆是吧 对啊 主要是那些杂志里边的模特 跟我身材又不一样 他非得让我跟人家穿 你说我能穿这种效果来吗 模特的身材 他也不是天生的 也是靠自己维持的嘛 对啊 你为了让我维持身材 晚上不让我吃饭啊 你说我现在上班 白天也挺累的 晚上你说我回去不吃饭 能不饿吗 我就这么坚持了四五天 然后后来我头晕眼花的 然后我说你就让我吃点吧 后来终于同意让我吃了 然后说你吃一点 然后下楼跑半个小时吧 太讨厌了 我觉得这个样子 锻炼身体有啥不好的 而且你也不瘦啊 你看你又嫌我胖了 这是属于要求减肥啊 我觉得我现在也不是很胖嘛 而且挺健康的 干嘛非要让我减肥吗 就是排骨美人 不一定人人看着都美 就是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是我们咔吃的有什么好 你看这 除了这个要求你减肥之外 还要干嘛啊 他特别过分 他嫌我穿衣服没有品味 本来就不好嘛 上次你买衣服 我还问你 你这是给你妈买的吗 你说你自己穿 土零八七的 他非得嫌我穿的衣服不好看 我觉得我穿的衣服也挺好看的 而且有一次 他带我去见他朋友嘛 就是那次我穿了一个黑色的小礼服 我这不是想穿的美美的嘛 然后你竟然说什么 你看你长得又不瘦 你看你穿这个黑色的小礼服 把你的肉都掀出来了 就不会挑件宽松点的衣服啊 下次他带我出去玩 我挑了件宽松点的T恤 他说你看你穿的是睡衣 有这样出来玩的吗 多给我丢人啊 你还说这事呢 你出去穿的宽松点 你穿的时尚一点也行 你这么年轻 这意思你其实不太满意他对吧 你直接找一个那个杂志上的模特 不就都够了吗 我都认为他挺完美的 只是我希望他变得更好嘛 挺完美 但是还要更好 对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 变得越来越好嘛 那如果他想找一个那样的姑娘 那干嘛不直接找 干嘛要追我说喜欢我呀 对呀 本来我对自己的要求就这么高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同伴 也提高自己的要求 我希望他有一个高的追求 高的目标嘛 后来还有给我报什么培训班 你说我上班这么忙 一周也就休息个一两天 你给我报什么烹饪班 老说得说得我去了吧 好不容易学会了 做那么一两道菜 回家给你做个土豆丝 你还嫌我土豆丝切得太粗 你这么多毛病 你咋不自个儿学了做呀 你菜做得怎么样 他不会做菜 食品家 他会吃 你说这事呢 你第一次做菜我有说过你吗 可是朋友来家里 你说你去做菜 看你做的那菜 后来朋友都说 你看这切的都没有食欲 那那是我非让做菜的吗 你非要显摆 你媳妇都会做菜 让我去做的 可是你要做得好了 朋友夸奖你的时候 我脸上有光 你也不感觉幸福吗 他需要不同的女朋友 出门逛街的时候 模特女友 朋友来家的就是厨师女友 所以你也别跟他较劲 你也会劲 行了 反正他也就切菜切成这样 你就放他一码吧 他还是很完美的嘛 你讲现在有自己的意中人吗 也没有意中人吧 就前段时间不是跟他闹别扭吗 我就觉得当时不能跟他在一块了嘛 然后正好我妈妈的一个朋友 然后儿子还挺不错的 他就介绍我们相亲了 现在他老纠缠我 我都跟他之前说过要分手了 然后我现在 就是不想让他再纠缠我了 那你现在的情感状态是 跟他在分手和不分手之间 但是你决定要分手 对啊 我要分手 跟那个相亲的 我跟他还没确定关系 我就想跟他翻好手 然后对人家有个交代嘛 不过这个我要问你一下 上次你出差的时候 我去机场接你 我在那等了一个多小时 而且当天还下雨 我买的花去了 那个小伙冲了下就出去了 你俩还有说有笑的 我问你这是谁啊 你也不说 你回头就走了 这又怎么回事呢 对啊 那就是我喜欢人家呀 我不喜欢你了呀 我要跟你分手啊 你就别纠缠我了 可是我不相信啊 而且咱俩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以我对你的理解 你不会脚踏两只船的 我也没两只船呀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分手了吗 那次是你七级了说着玩的 你看他就这么自我感觉良好 我都是认真跟他说要分手 你说你跟我分手 可是后来你一直联系我 如果你要真的跟我分手了 你不会再联系我了 那不是我联系你的 是你老给我发短线打电话 我能不接吗 你说分手了也可以做朋友吗 那你为什么还对我那么暧昧呢 我什么时候对你暧昧了 哪句话暧昧了 你看你跟我的聊天记录 不是老公就是亲爱的的 真的啊 分手之后还这么叫啊 没有 他这是异想的吧我觉得 这个跟那个到底算什么关系呢 朋友啊 接飞机那个算朋友啊 对啊 那就说他还有点细啊 那你到底分还是不分啊 还是说你是在犹豫之中 你跟我说句实话 我挺犹豫的 毕竟有感情吗 跟他 是有 你看我对你这么好 而且我对你自己也很完美啊 你能别说自己好了吗 我都想笑了 你又不能因为我把你改造了这么完美之后 你就跟别人跑了 不关我了 我提了你的意思是说 他现在已经完美了是吧 是完美了吗 你告诉我 对 比以前好很多 以后还用再改造吗 不用了 可以了啊 不用再改了啊 好 我再问你俩问题啊 以前谈过恋爱吗 没有 这是你的 初恋 那你是因为喜欢他呢 还是因为不允许自己失败 喜欢 自己失败允许吗 不允许 姑娘 你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还是其实下定决心要分手 我有时候是下定决心要分手的 但是想起他对我的好来 我就觉得挺舍不得的 其实他平时对我也挺好的 除了对我这些乱七八糟的要求 嗯 行了 你就再给我这次机会呗 你这么自虚的一个人怎么能哀求呢 看看老师怎么帮他们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其实很多人都追求完美 你想追求完美是因为你觉得不美 其实不美的话你会觉得很痛苦 所以你希望把它做成美 如果有一天他穿的不好 穿的特别的难看 但是你不管 控制自己不管 你有什么感觉 嗯 会很别扭看到 所以啊 你为他好 我同意 但同时呢 你也是觉得自己看的别扭 自我感情良好呢 这个在心理学上 我们叫做这个优势错觉 这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 就不断的认为我是好的 这种自我感情良好的人呢 他得摔几个跟头 打击完了之后呢 才慢慢能够见到现实 因为他的主观判断和客观现实 经常有差距 他认为的好和不好 和客观现实不一样 这里面有你矛盾的地方 这个你慢慢体会吧 我看你就这么一会儿 我就是说我想问问 你会笑吗 会啊 笑一个 不过笑得很少 我个人觉得你对面这个女孩子很可爱 表情也很丰富 我都喜欢她 我觉得你要如果真是喜欢她的话 就是有的时候改变别人不行的时候 换一个方法 能不能改变改变自己 反正如果我觉得我要是跟你 要是在一起做朋友 我会很有压抑 因为你说一句话都是那个 你改造我累吗 不累 我改造你是为你好 就永远都是在一个频率上 生活中太压抑了 就是如果你要是不会笑的话 就是生活有点欠缺 你真的是觉得自己完美吗 是的 我认为我很完美了 而且对她也很好 真正完美的人是不会说的 你现在只属于想追求完美的初级阶段 而你追求完美的时候呢 你是不择手段 你甚至于把自己的爱人 当成你自己追求完美的一种工具 她难受她开心她觉得自在不自在 你不管只要你是完美的 同时你要给她说你变得完美 是我改造成的 以此我是完美的 对吗 所以小伙子 其实你往往就越说自己完美 越说自己自信的人 其实心里是越觉得自己不够完美 越觉得自己不够自信 其实甚至于有点自卑 你敢说你哪样都比她强吗 恰恰我感觉到她很多方面是比你强的 至少待人处事 很直爽 很爽快的一个女孩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就要实实在在的 她的是事做人 而你不 一定要把自己装成那样的人 甚至于享受自己的心理暗示 自己的完美 一旦她离开了你 你这个梦境就破了 尤其又是你第一次的恋爱 所以啊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追求完美谁就是 对吧 把这个精力放在正当的方向 就比如说 在工作上 你也拿出这样的态度去做事 在对待爱人身上 你要做的比她更爱你 你要做的比她更能包容对方 比如说你就愿意这么舒服 我就可以包容你 还觉得你很美 这是更完美的一个方向 千万别走偏了 走偏了 你就越来越不完美了 小伙子 平心而论 这个世界上有完美的事物吗 有吧 你说个我听听 就是一个人 当他很完善的时候 他再去追求完美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人是完美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还是没有真正完美的 人永远是在趋于完美 是 那我想问一下你 既然每个人 或者每一件事物 都没有绝对的完美 而是趋于完美 那我问你 你的不完美在哪 还有哪方面需要努力 可能我对他的好吧 以前会有误区 我会在这方面 试着去改变一下 错 你的真正不完美的地方 是缺少包容 真正追求完美的人 真正追求完美的人 叫做耗子扛枪 窝里横 往往在家里当领导的人 在外面是欺软怕硬的 在别的地方的时候 当别人横的时候 他是软的 所以在家里面 才会摆出一个领导的姿势 对着自己的爱人 要这样 要那样 要讲存在感 你要这样不好 你那样不好 是吧 自个什么都不做 而且还对别人 这样一那样的挑剔 回到家里面以后 说句实在话 夫妻之间是完全平等的 互相关爱的 恰恰在外面的时候 你应该是有要求的 但是你恰恰是相反的 而欺软怕硬的人 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是自私 你就比如说他自己都不做饭 在叫你做 第二 虚荣 真怕自己的爱人 带出去不给自己面子 上不了台面 其实就像屈伟所说的 他是为了追求自己的面子而已 第三点 更严重一点的欺软怕硬的人 会对上谄媚 对下严厉 如果你要是真正哪天 发展到那个地步了 你这业务就做到头了 几乎没有人会喜欢你 这个女生之所以还站在这儿 虽然她是陈树芳 她来说你的不好 但是她始终面带微笑 你一天到晚哭散着个脸 比我的笑容还少 但是今天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 我就告诉你一点 我就不提什么完美不完美 反正在家里边 男人 不要说平等 就尽可能弱势一点都没关系 但在外面 应该强势一点 你不要在外面弱势 在家里搞得跟个暴君一样 这种男人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说在自己女人面前 承认个错误不用绑着 没有谁是那么完美的 你说呢 多要求要求自己 少要求要求别人 就这样 老师们说得挺好的 别把简单的问题深入化 就做人别装 是什么就是什么 姑娘你自己好好地考虑考虑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自己琢磨清楚 来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亲爱的 你就再给我这一次机会吧 我以后再也不会要求你去做什么了 以前也许是我真的错了 以后我一定会把这个习惯改掉的 你就再回来吧 其实这段时间跟你在一块也挺累的 我觉得你也挺累的 不过老师这样说你 我觉得你听的也 就是说也能听进去 但是当时 当我跟你交流的时候 就觉得比较困难 我再想想吧 我觉得还挺 来 请亮灯 姑娘还是有些纠结 是吧 提供一个机会给你 来 看一下 第一种方式是求助现场观众 第二种方式是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第三种方式是再一次地求助爱情导师 你选一个方式 姑娘 现场观众吧 你要求助现场观众什么呢 就是想看看她到底能不能改 我们应不应该在一起 好好好 姑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像这样一个男朋友 她该不该回到她的身边 如果应该选赞成 如果你们觉得还是有麻烦 请选择反对 来 各位请选择 现场33.33%的观众朋友是觉得该回去 还有66.67%的观众朋友呢 觉得不该回去 看了这个数据之后 你怎么想 你心里的落差可能比较大吧 哦 我们听一下啊 你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 赞成的 理由 因为我觉得她还是小嘛 给了一次机会 而且我听见这位姑娘说的 她好像不是这么想离开她 我投的反对 因为我跟不了一个自信爆棚的人 一块过日子 我也投的反对 嗯 我是觉得她太过自信了 然后以后的生活中 肯定还是避免不了有这些问题的 嗯 谢谢啊 接下来就请两位交换箱子 交换秘密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你们 请关门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他们俩自己的选择吧 5 4 3 2 1 请开门 我真是没想到 来来 我先看男生 拿了什么法宝把它留下来 我的妈呀 我一直把你的相片带在身上 想你的时候就看看 谢谢 其实说白了就是心里有她是吧 行 来 把箱子打开 你什么态度啊 主要是我年纪26岁了嘛 这是我妈愿意的 她想让我跟那相亲对象订婚 但是 但是 但是我不愿意 这姑娘写这个就示威一下 我妈打算让我跟相亲对象订婚 再逼一下这男孩 就是心里还是她是吧 嗯 这次就是来闹闹的是吧 闹分手是吧 就是想让老师教教她 我跟她沟通其实挺难的 你看老师也说了 跟她老师不在一个频道上 嗯 那万一回去还挑不到一个频道上 怎么办啊 不会了 我以后会让着她的 哥们 你完美吗 她更完美 在这里要感谢火龙暴龙眼睛 为我们的牵手成功的嘉宾 提供的牵手大奖 同时呢 成功牵手的情侣 还将获得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提供的500到3000元 不等的一个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 好吗 来 你喊吧 我喊开始你喊停哈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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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了一个三能奖 2000元的一个旅游基金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来有请 谢谢你们两位 请回吧 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见证 他们的浪漫时光 各位请见证 好爱你 嫁给我吧 戒指都戴了 你才问我 来来来 拿着吧 希望你们获得 你们想象当中的完美的幸福 谢谢两位请客 最后你发现了 这大概就是一个女人爱男人的一个方式 你太木头了 我找人来敲打敲板 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吧 我们的节目是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的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老图有话说 天天圈的用户周小赖提问 陀老师 我的男朋友是我妈妈朋友的儿子 很绅士 由于我和家里关系不好 就和他搬到一起住了两年 但是我觉得我越来越失去自我 过于依赖他 感觉自己失去了自尊 现在他也不像之前那么关心我 想搬出去怕双方父母担心 我想做回自己该怎么办 又是一个有关于矜持的问题 还是那句话 如果想让男人永远对你着迷 对你爱不释手 把自己成为男人的一千零一夜的话 一定要学会矜持 因为矜持 就像一件美丽的衣服 把你包裹得更为柔美 感谢各位收看了本期 由BLONG暴龙眼镜冠名播出的 爱情保卫站 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 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途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的节目是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的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